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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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老公 老公 怎么了 老婆 老婆 我好像流血了 疼 我现在接受无数 老公 这是黄体童 怀孕前三个月要是不注意的话 会导致先照性流产 所以除了打针 回家后一定要卧床休息 保持稳定的情绪 切记不要受冷 受累 紧张 知道吗 知道了 谢谢护士 好 幸亏我们家丸子体质好 我这孩子没事 要不别叫丸子了 唯母则强 叫狮子怎么样 要不叫母老虎 小念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之前 我还跟小念吹牛皮呢 我说我们两个从来不进医院 谁知道我当妈妈了 住进医院了 小念要知道的话 她肯定会笑话我的 医生不刚说了吗 要保持情绪稳定啊 你就安心在那边休息 是小念那边的事交给我 可是 我知道 小念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现在 你屋子里不还有个保护呢吗 再说了 怕有你老公过了吗 你就安心休息 我明天一早就回公司 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吗 好 小的你疯了吗 你要把恩义给沐雪 不然呢 要让她把施小念藏一辈子吗 这件事情已经牵扯了 太多的人进来了 她的家人 你的家人 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 但是我们不是已经在场了吗 过几天没准会有消息啊 我等不了你 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 而且我连她怎么被沐雪带走的 都不知道 一想到这儿 就没法等下去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你看沐雪发来的照片 我觉得小念 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她跟沐千初 我不管她怎么想 我不会对她不管不顾 至于他们俩的事 我希望得到她正面的解释 但是也不能就这么 把灵意交出去啊 这可是你跟大老板 这么多年来的心血 如果石小念知道 她也绝对不会同意的 沐雪一直都想收购恩义 她想要的只是我的股份 对恩义的技术 她连提都没提 她跟陈白一起 已经做了技术 但他们的技术 想要赶超恩义 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所以她最需要的 就是恩义的运作能力 还有市场占有力 而我不同 我只需要保住 我和我哥一起开发的技术 在不在恩义都无所谓 大不了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哪有那么容易啊 而且石小念到底再不在她手里 还是个谜 万一沐雪骗你呢 就凭那几张照片 医生 沐雪应该不会拿这件事情 来虚张生事 况且 这本来就是我们考虑不周 没想到小念会去找她 所以 我们应该付出代价 我已经想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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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这个视频是真的 我们可以找人去分析她的位置 没准我们自己就能找到的 你去哪儿小狼门 我去技术室做视频登记 你联系过去告诉她 让她准备材料 我会签字 但前提是 我要石小念的全部信息 好 怎么样 查出来了吗 沐雪很小心 查不出来 真的要 开会吧 你说什么 郭欧 你是疯了吗 我不同意 我也不能同意 你不要冲动 你是怎么想的 晓鸥 这 现在公司发展 稳定是关键 各位 我已经决定了 我让出的 只是我个人在公司的股份 对其他人在公司的地位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让你对公司有感情 才一路支持你过来 你说撒手就撒手了 至少给大家一个理由嘛 没有理由 我不做了 所以你就直接交给沐雪 就算你不想做 你也好好谋划 沐氏是最好的选择吗 至少现在 它是我唯一的决定 沐氏的沐雪 之前给过恩义童子 我相信 他对恩义有感情 在商议上 一人抄我 我相信 他对恩义有感情 在商议上 在商议上 一人抄我 在商议上 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他那里 为大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至于其他的 只能收手对去吧 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他那里 为大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只能收手对去吧 只能收手对去吧 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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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剑初 我们谈一下 你是要搬走了吗 对 我先搬到公司去 我知道突然让你搬走 也不太方便 我东西上就先搬出去 我就知道 你看了那本漫画之后 我们的关系就走到了尽头 对吗 我们的关系没有什么到不到头的 我们之间压根就不应该开始 跟小年的漫画没有关系 师弟 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过去那些事情 或许我会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跟你在一起生活 但是在你心里就 这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吗 别扭 剑初 剑初 你跟我说别扭 自从你康复以来 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一直都是我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脾气性格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剑初 我 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利用姐姐的感情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剑初 我真的爱你 我们在一起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你 你忘了 我们在日记岛的订婚 还有你偷偷送我的工作室 还有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难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吗 我知道 我跟你之间的感情 比不是让你跟姐姐的 但是你跟我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难道 真的一点点开心都没有吗 我们之前的确发出过很多事情 但这些事情 全部都建立在你对我的欺骗上 全部都建立在我们对小念的伤害上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对不起 剑初 没关系 没关系 我 我不在意 我知道你对我们这段记忆很模糊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 师弟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 但如果你真想 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个结果的话 那 那今天就算是我正式 跟你提出分手 可是你现在回去找石角念 你们也回不到以前了呀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去弥补她 我都要去弥补她 她已经有公欧了 我不管她喜欢谁 反正在我心里 永远只有她一个人 好可爱 好可爱 还挺多的 你看 伯父伯母 你们尝尝 她呀 我忘了介绍了 就是炒米饭做得还联想能吃 咱们就当是天津的 什么呀 我别的菜做得也还可以 就是 真不行 真不行 你别的菜做得太难吃了 晓鸥 怎么这么说人家 一个炒饭能做好就不容易了 那简单做起来就为啥呢 你早就太容易了吧 真是 快吃 爸 爸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怎么说你去问医生 你问我 你也不放心啊 说点事 小念啊 要习惯这种场面 千万别觉得别扭啊 他们父子俩就这样 一个德行一个脾气 幸亏你在 你要是不在呀 我呀 快被他们爷俩烦死了 怎么那么多话呀 干吗呀 好不容易有个人陪我说说话 光对着你们爷俩 啥话都说不出来 别坏我 爸 你想说什么就说 千万别憋着啊 你不用从家里搬出去 家里你住的习惯 也舒服 我今晚就会我爸妈家那儿住 过几天有时间去你那儿收拾东西 咱们之间的事先不要跟我爸妈说了 他们需要一个时间接受 我会慢慢跟他们说的 小心 小心 晓妮啊 你跟晓鸥 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不 我们不是 其实 我跟他爸爸真的很开明的 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打算 就提早告诉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好做好准备啊 我们没有这个打算 没有 那 你这个 我 不 你误会了 我这是最近吃多了点 肚子肥了一圈 所以就 小念呢 我知道 你跟晓鸥在一起 特别为难你 我特别理解你 他呀 就跟他爸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 增强普拉斯版的 其实这些年来 我们对晓鸥的了解也越来越少 以前吧 是他们俩兄弟感情好 他有什么事情 都会跟他哥哥说 我们从晓鸥那里 就会了解到晓鸥的想法 和他的一些心事 但是现在晓鸥不在了 所以 伯母 没关系 我觉得公屋这脑子挺简单的 一根筋 他做什么事都别别拎扭的 比如说我吧 他要做错什么事啊 从来不道歉 但是呢 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弥补回来 还有就是 如果他心里很悲伤 或者很紧张 很纠结 他都不会表现出来 就表现得什么都不在乎 很无所谓的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 所以我觉得他还没有那么难懂 想念 你能讲出刚刚那番话 伯母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李小 我爸真的没什么问题 对于这个年纪来讲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给公老先生开了药 提醒他一定要试试 还有我最近几个工作都在国内 我也会按时过去给他做复查的 那生活习惯方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过去我都没太在意 今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您一定要及时地告诉我 谢谢啊 小心烫 来 你也吃水果 嗯 小聂娜 我真的觉得 龚欧跟你在一起啊 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他不管跟你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跟你闹别扭 还是顺着你 他的情感 都是很真实的 他对外人哪 绝对没有这样的情绪 那是因为他真的很蠢 跟别人也不太一样 真实的 怎么这么说人家 你看 就像他这身打扮 这身衣服啊 既难看又不适合你 你是准备去跳广山舞吗 倒真的像是怀孕了一样 你 你忘了这身衣服了 我们住宿见面的时候我穿的 丸子特意给我选的 要不是莫名其妙被你带走 我早就弹成大生意了 那你应该庆幸当时我带走你 妈 我明天公司没事 你和我爸在这边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告诉我 好 你明天公司没事 看看啊 伯母 傻丫头 她为什么要留下来啊 她就是要陪你 怕你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习惯 那好像是 我是应该直接冲进去呢 太不礼貌了 还是站在门口大喊一声 然后跟他们道个歉 或者我去叫公屋 不行 这么早 伯父公屋如果看见了 我这儿出现在公屋房间 不太合适啊 这多早算是早啊 现在是不是太早了 六点半 七点都没到 伯母 小念啊 赶紧去吃早饭吧 刚刚看你没起来 就让你多睡会儿 这饭菜还热着呢 赶紧去吃吧 您起来了 我以为您还没起来呢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到点了自然就起来了 那 那那个伯父和公屋呢 没起来我去叫他们 这个点儿 估计都吃完早饭 已经出去散步去了 这 这才不到七点就起来了 你不知道吗 小欧的作息时间啊 这么多年来 都是六点以前就起床的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 而自律的家庭 赶紧去吃早饭吧 嗯 爸 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问题 可以明确地跟我说吗 你觉得 你跟施小念在一起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我知道 你不用靠婚姻 靠继承家族产业 来维持自己的位置 但是你应该明白 婚姻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和你哥 不愿意接手我创下的家业 这没关系 因为这早晚都是你们的 但是对恩义来说 石小念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 你还年轻 你不知道婚姻带来的连锁反应 有多么强违啊 我不否认 石小念是个好孩子 而且她很单纯 但是她对你的现状和未来 她是很难适应的 单纯不好吗 她适不适应 我不在乎 我无所谓 她只需要做她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照你这么说 即便对恩义没有任何帮助 你也不在乎 如果你跟小娜在一起 对恩义都会更好 都会有帮助 没有什么更好不更好的 爸 我现在没得选择了 在我未来所有的规划 所有的事情里 一切都有变数 为了能让这个变数 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会做我该做的一切能力 但是唯独石小念 它不是变数 是定数 因为我爱她 我不同意 伯父 公欧 你干嘛呀 让你搬家 搬家 我 我干嘛要搬家呀 我在这儿住得好好的 让你搬你就搬 我不想走 你不走 你不走 难道留在这里 看他们脸色吗 你现在留在这儿 你不高兴 我不高兴 他们也不高兴 与其这样不如早点搬出去 走吧 你消消气 消消气 你当初让我来这儿住的时候 死气白来的 现在又赶我走 什么意思啊 我是不想看你一个人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所以要解决 当然我也要解决呀 我想我们俩好好在一起 就必须得说服你父母 所以我会加油的 相信我 你是不是傻呀 小迪啊 来 小迪啊 你怎么回家了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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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快来看看 小迪回来了 快快 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看 小迪啊 你怎么回来了 她哪里不舒服啊 怎么了 没事 那你到底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总得告诉我们呀 我先去睡了 小迪啊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回来吧 我跟你妈会担心你 这里是我家 我回来有什么问题呢 你这孩子你 这是你家 你当然可以回来了 只是我 可以就行 小迪 是不是 你跟你姐姐又闹批批了 要不我让你爸爸 跟你姐打个电话 让她马上就回来好好 我姐 我姐 不用 不用叫她回来 她什么都没做 她也什么都控制不了 就是 她比较当人喜欢对吧 小迪 行了 不用说了 我自己的事你自己知道了 怎么办啊 要不给沐千初打个电话 问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跟千初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算了 算了 她待在家里也好 起码我们俩看着点 来 来 我跟上去 给她们 走 你快点儿 走 去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如果下星期有空的话 我想去复查一下 最近总感觉不太好 前几天给你的药吃完了吗 吃完以后过来做个常骨检查就行 你现在的生活就是要规律一点 身体跟大脑都需要大量的休息 我知道了 谢谢陈医生 你平时吃的麦片在右上角的柜子里面 旁边的面包是我昨天刚买的 想吃的话可以搭配热头奶吃一些 如果想点餐 冰箱侧面有一张单子 是我列出的几家比较健康的餐厅 一般要提前四十分钟点 送过来以后在微波炉里热一下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会每天包好汤 下班以前叫人拿给你 你回家以后一热一下就可以喝 不用拒绝我 我对你没有什么其他要求的 就当目前的情况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想做些密布而已 伯父伯母 小念啊 打扰你们了 没事 这个是我画龚欧的漫画 你们可能没看过 漫画我可不懂 你看吧 我爱看 你画的 伯父虽然没有看漫画的习惯 但这本漫画的人物原型就是龚欧 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张 我把它还美化了一点 这本漫画表现了我跟龚欧在一起的所有过程 从刚开始认识她对她的感觉 到两个人越来越亲密 中间也有分分合合 我把所有的形式都以漫画表现出来了 这本漫画改变了我很多的态度 让我从一个默默无闻 只会画画的小女孩 变成一个希望能用自己作品 去打动别人感染别人的人 蛋炒饭 我很感谢龚欧 她让我学会很多 拥有了很多 当然比起了解 我肯定没有伯父伯母了解她 但是这个漫画里 有你们平时看不到她的另一面 我知道龚欧真正想要什么 我也很明确自己对她的情感 所以 爸 小姐 小天话还没说完呢 你着什么急啊 伯父伯母 我知道 对于龚欧的事业和未来 我帮不上什么忙 我除了 除了能给她生活上带来一些愉快以外 工作上那一摊子事 我的确觉得想起来头就疼 别说帮忙了 我不给她贴乱就不错了 但是伯父伯母放心 对于龚欧这个人 我还是肯定可以帮到她的 哪怕是她不开心的时候 我给她做好吃的 她郁闷苦恼的时候 我唱最难听的歌逗她开心 哪怕是她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也愿意陪着她从零开始 同甘共苦 说完了 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我们尊重你们的感情 但是 年轻人不光是说 最重要的 得去做 我知道 伯父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我有点儿饿了 什么时候开饭啊 我现在继续做 我去买菜 我去做 别别别 那个 伯母做的饭 可能更合我的胃口 小念做的饭 更合我的胃口 是吧 妈 是 以后呢 我只管你爸的饭 你的饭呢 我就从此都不管了 以后交给小念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动你玩呢 小念 以后交给你了 听到没 以后啊 我的饭都什么惯了 没问题 我没想到你还真帮忙啊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这个不能一个长一个短的 这样就 行吧 不好看了 好幸福的感觉 你现在才感觉到啊 难道不是从你刚进我家的时候 就能察觉到吗 我说的不是我们两个 是伯父伯母 你什么时候学耍拼嘴的 你怎么还动手啊 这么容易认真 不过小念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跟我讲这些 讲什么 你放心 为了你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也会好好努力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个赞 给我一个奖励啊 蠢死了 疼啊 反正我是不会放手的 遇到对自己好的人 放手了才是真蠢的 你什么时候 才能改掉你这蠢的毛病啊 不会改掉的 我说你何苦为难两个孩子呢 你不是从年轻的时候就 不喜欢那种什么门当户对的 谁合适谁不合适 你根本一点都不喜欢 要不然咱俩怎么会在一起 还有啊 小念的漫画 你不也重复地来回看吗 为什么摆出一副 一副臭脸 还嫌弃人家 不屑的样子 你又护了孩子了 我没说什么 我这么做 也是想让他们对自己的感情 认识得更清楚一点 你说 小欧那个个性 她要不找一个能让她开心的人 等我们老了 有一天不在了 你偷了 说什么呢 什么在不在的 你明知道我不爱听这种话 我只希望现在大家都好好的 不再出什么事情 拍拍拍拍拍 赶紧给我配掉刚刚不吉利的话 好 没说过 认真点 配配配 没说过的话 这还差不多 小念 你这什么情况 跑吃饭的地方来睡觉 你要睡回家睡去啊 不是 这起得也太早了 我发自灵魂地问问你 你每天 不是 你从小到大 每天都六点之前起床 你有没有去检查过 觉得这是一种病啊 为什么要检查呀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 应该有的作息吗 这人跟人嘛 肯定都会有些不同的 这也太不同了 今后啊 你可以在我家睡到自然醒 没人教你 我敢吗我 我现在明明就在考察期 你们一家三口都起来了 伯母还在做饭 我呼呼大睡 我睡得着吗 要你出去住 你不出去住 现在倒在这儿 发起牢骚来了 你怪谁啊 那可不行 那当然不能出去住 小念 我跟你说 这可是阵线问题 一定要抗住 一旦你要出去了 再想回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小老板睡得晚急得早 伯父伯母应该很早就休息了吧 他们睡你就跟着睡呗 你说得轻巧 让你八点钟躺床上 让你睡得着啊 不得玩手机玩到十二点 你怎么了 你不觉得他们俩很恶心吗 恶心 有吗 我觉得很正常啊 反倒是我们 进步空间很大吧 来 可以啊 小老板 都学会泡妞了 我 进步了 欢迎主人回家 现在时间是两点钟 都睡了 我怎么从她的语气当中 听出了一丝失落啊 没什么 我前两天 刚好给她安装了一套 情绪控制系统 她此刻 确实表现出了失落 这么可爱 那我得安抚她一下 让我进步步 来 老师公 晚安 乖喽 你怎么进来了 还大不了行的 快出去出去 我说你这个女人 你不要这么粗鲁好不好 刚刚是你让我进来的 我 我 我让老师公进来 又不是你 老师公 你也是老师公 你怎么耍上无赖了 你原来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我原来是走什么路线的 高 付 帅 高付帅 你可以出去了吗 今天 走不了了 我只能免为其难地在你上上借宿一晚 我只能免为其难地在你上上借宿一晚 你干吗呀你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要在我这儿借宿一晚 这个故事 我们就很漫长了 坐下来听 你知道吗 我妈有业油症 我妈有业油症 从小到大每天晚上 她都会在固定的时间里 出现在我的房间 万一这个时候 她进入到我的房间 没有发现我们俩 你懂的 这一切不就穿帮了吗 啊 那 哦 多么还有这个毛病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就好 慢慢给你解释 睡觉吧 那现在怎么着 那 你睡这儿 我睡哪儿 睡我怀里 那儿有个沙发 你睡沙发 我睡床上 要不然 让我睡沙发啊 施小念 你怎么这么蠢呢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这是什么 是双人床 双人床是给两个人睡的 沙发是给一个人坐的 这个时候 你睡沙发不睡床上 你不是浪费资源吗 那怎么着 你这脚都没洗 衣服也没换 你去洗澡换衣服 我不放心 我怕在我冲凉的时候 你突然冲进去怎么办 只亏的是我好 我冲进去 我疯了我 那我也不换衣服 不 不洗澡 那万一我洗澡的时候 你偷偷地打开门怎么办呀 行 那 那睡觉 你到那边去 这是我没人 快点 翻滚 行 听你的 就保持这一个胳膊的距离 不许再近了 你晚上不能动啊 我晚上睡着了 怎么知道屋子都不得了 你睡着的时候 还乱乱动 我就给你踹下去 反正我发一万两千四百三十二十 我就这一个动作 就是 行了 赶紧睡觉 我哪儿这么动肺 你干什么 我关灯了 我不许关灯 你一亮着睡 那关灯呢 你万一有什么 分 分分之晓 乱了 睡觉 别动啊 太太早 嫂 这晓鸥呢 龚总还没下来呢 那我去叫她 你快醒醒 醒醒 醒醒呀 我昨晚我怎么在你怀里睡的 你对我做什么了 石晓念 你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 随口就是偶像剧的台词 还我对你做什么 幼稚 那 那我昨晚明明睡在这儿 这肯定是被你拉过来的 你是不是对我吓上药了 怎么回事 我对你吓药了 你为什么在我怀里 你真的想知道吗 哦 好 那我就告诉你 自己看吧 我 这就不是我 你过来把他沾掉 删了呀 关掉他 聊空气在我手里 你是删不掉了 你能不能每天不要这么蠢啊 那 你这天天录这样的视频 你也太奇怪了 你这叫侵犯隐私 我侵犯你的隐私 我告诉你 我还怕你诬陷我呢 你快点给我删了 删了 你让我删我就删啊 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啊 这是 这是硅房 你出去 硅房 昨天晚上你都没说这是硅房 今天早上说得倒挺起劲啊 我不出去啊 我还没睡够呢 你出去啊 不出去 那那我出去了 你快走啊 小念 伯母好 下去吃早饭吧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你先给我回来 我饿了 我要吃早餐 我饿了 走了 走了 早啊 小念 你今天早上有事吗 要不陪我去买菜吧 我呀 还没有逛过这里的传统市场 我特别爱逛 好好 好 伯母 您刚从国外回来 是不是特别不适应国内的菜市场啊 不会啊 我特别喜欢逛这样的传统市场 逛这样的传统市场 我觉得呀 作为一个妻子 一个妈妈 为家人去购买新鲜的食材 特别有满足感 特别有满足感 那时候啊 我跟你伯父 特别喜欢来逛这种菜市场 我们呀 没有条件去买新鲜的菜 只好等人家 买得差不多了 蔫儿蔫儿的 才敢过去讨价还价 你好 我要一点那个番茄 好 我还以为 您跟伯父 没错 小鸥的爷爷啊 是很有名的企业家 但是到了你伯父这一代啊 国内的经济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也不想吃家里的老板 就带着我们一家四口 从国内打拼到英国去了 直到到了英国 安顿下来以后啊 我才怀念 在国内的这些 以前的生活 就像这样的菜市场 我特别特别地怀念 小鸥 你在看什么呢 小念 你在看什么呢 走 老板 给我们做两个 伯母 你吃过这个没有 特别好吃 是小时候的味道 其实有时候 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 因为我也总想到小的时候 小时候我和妹妹两个人 经常在一起玩 爸爸妈妈也没时间管我们 我们两个就跟两个野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的 特别自由 可是这种心境 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了 小爷 小娱 小娱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摔伤啊 小娱 小娱你慢点 你没事吧 小娱 可是棉花腸没有了 没事 先起来 没事吧 腸没有了 姐姐的这个给你吧 啊 别哭了 你妹妹 伯父伯母应该也知道 我们俩之间有好多误会 其实也不是误会 都是回不去的错误 你和你妹妹的事情 我也听说过 其实我总觉得是她的错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我才知道其实一开始 就是我错了 我从来没在意过她的感受 我总觉得我是在保护她 把所有的最好的都给她 可是她最想要的 我都不知道 傻丫头 能够成为一家人 兄弟姐妹 那是多难得的缘分 我们一生当中 不管是朋友 还是爱人的数量 都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但是家人不可以 就那么几个 哪怕少了一个 你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看到这个棉花糖 就想到小玉和小鸥的小时候 我也常常买给她们吃 小玉 常常都不吃 要等小鸥吃完了 还把自己的给她 伯母 如果公益哥她还在 就好了 走吧 小念呢 伯母一直有一个事情 想跟你说 是关于小鸥的 你要知道 小鸥的个性和她哥哥相比 要倔强得多 不管她心里有什么感受 情绪 她都不会随便跟别人讲 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地和她交往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比一般的感情 能承受得多得多 也要付出得多得多 你可以吧 伯母 你放心吧 公欧对于我们这段感情 付出也挺多的 我能感受到 只是现在 我有一个事不太确认 伯父她能 能接受我吗 伯父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她不是顽固不化的人 不要忘了 还有我在呢 伯母真好 小鸥跟你在一起 真的不一样 只要她开心 你们两个年轻人开心 我就高兴 咱们买了好多东西 今天真的好丰富啊 诶 等一下 伯母 对话 我接个电话 喂 怎么了 什么 什么 你怎么又进医院了 好好 我现在马上过来啊 小念 出什么事了吗 我 我朋友进医院了 我现在得赶紧过去一趟 那没事 没事 把东西给我 你赶紧去吧 谢谢伯母 不客气 那我走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我知道了 小心一点啊 好 师傅 走吗 走 走 哎 怎么样了 什么情况了 你说话呀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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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愿了 啊 还愿了 嗯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你真的妈了 真的 小念 我现在这里面 已经有一个宝婆了 哎 你当爹了 你当爹 当爹 你跟我爸妈了 老婆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一定得随你爹伍啊 啊 大眼睛高鼻梁了 千万别像你妈 脾气那么爆了 像你干嘛 我说他以后找不到对象了 那你还真敢叫他 小老板 开完会了 先生 还需要点什么吗 不用了 谢谢 好 听小姐说了 恭喜啊 哇 确认怀孕还有红包 谢谢老板 好人心平安 谢谢老板 你也回来了 那我 怀孕 没有我一份功劳吗 你看看你自己的工作状态 往来早走的 差得要死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看破不说破而已 我们是意外 意外 意外啊 意外 哎呀 不是啊 我们这不是为国家解决人口问题吗 现在这个人口出生率骤减啊 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那如果恩义有一个人 需要挺身而出报效俗 那我们一生责无膨胆啊 真的啊 嗯 那好啊 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 你可以英勇就义 那也不用那么着急 毕竟孩子还需要个爹 是不是 并不用 我现在抚恤期已经到手了 你可以给我一下 谢谢我杀驴 正式的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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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路上注意安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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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你还这么人道 我还以为你会叫米商回去上班呢 就算我抓他回去啊 他也没心思工作 就当是提前给他放产假了吧 到时候从他工资里双倍扣就是了 这个时间我也不想回公司了 不如我们也去约个会吧 约会 这么正式啊 好啊 去哪儿 我没想带你来这儿吧 我就是随便逛的 我没想带你来这儿 我没想带你来这儿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撒新郎新娘呢 相传啊 英国国王亨利七世 带着他的女王到布里斯托尔旅行的时候 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爱戴 一位面包师的妻子啊 从窗子里向他们撒下了麦穗 预祝他们能够幸福美满 白头偕老 后来就演变成了现在五彩斑斓的纸蟹和麦穗 据说啊 被撒过的新郎和新娘都能够幸福美满 子孙满堂 你知道的这个版本这么洋气 我也知道一个版本 是这样的 东北人娶媳妇 把媳妇带进门之前 都会往这个身上撒粮食 一呢是告诉媳妇说 我家里有钱 有粮食 够养活你 二呢是祝福新人五谷风登 都差不多 不过你这个剪图更洋气一点 我要把它记下来 以后作为我漫画的素材 又是漫画 就不能想想别的 别的 比如呢 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怎么办 米生和丸子他们都有孩子了 我们连婚都没结 我可不想落后太多 别到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都能在草地上跑了 我脸上都没面子了 那 你是为了超过米生 才想离结婚吗 也不是 我想结婚 是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好 喂 倩初 小念 在忙吗 最近公屋家出了点事 你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只不过下周要去医院复查 检验报告也应该出来了 所以我想 你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陪我一起去吗 周姐 周姐 可以 你不高兴了 你觉得吗 我觉得 我觉得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陪沐浅出去复诊 他就是检查结果出来了 可能有点不安 他不安就让你陪他去复诊啊 你又不是开保险公司的 你怎么好好说话呀 你怎么好好说话呀 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我考虑 考虑吧 不用考虑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决定了 石小剑 你什么时候可以替我做决定 你是我的 以前吧 我可能还会有点犹豫 可是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 我就不犹豫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段时间 我跟你父母生活在一起 我特别幸福 让我更明确了 我们俩之间的情感 以及我对待别人的态度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经历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 确实特别苦恼 我跟我父母现在已经基本不联系了 跟小爹也反目成仇 前出现在还这样 不过还好 我很幸运 遇到了你 有你在 我就特别心安 就像我想得到叔叔阿姨的认可 我也希望我们两个 能够得到我所在意的人的认可 沐千初是你在意的人吗 但是绝对跟你不一样 公 你知道吗 我特别害怕失去你 前一段时间 沐千初受伤 我去照顾他 咱们俩闹了不少别扭 那段时间我特别担心 你会跟我分手 然后咱们俩的情感 就彻底崩盘了 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但是我知道 你不会跟我分开的 对吧 那可不一定 万一你先出轨了怎么办 我不会 我绝对不会 我发誓 天初对我来说就是亲人 天初对我来说就是亲人 我想他好好的 就跟我想叔叔阿姨好好的 我想自己爸妈好好的 还有小迪也好好的 是一样的 真的吗 自从有了你 有了丸子 你生 还有你爸妈 我就觉得你们 给我的这个小圈子 让我特别安心 我就不再去想 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 这样想完以后 再面对亲初 就都很坦然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俩会崩盘呢 我说了这么多 你就抓住这一句 当然了 这一句是重点 这么敏感的词语 我怎么可能忘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把你攻手让给别人的 更别说送去别人的怀抱 这种事情 在我公公身上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你明白吗 明白了 公 谢谢你 我答应你 睡吧 不过不能去带酒啊 还有啊 把秘瑟公也带着 看到没 知道了 带着 什么呀 什么呀这是 怎么配这么难看的一条领带 太难看了 这哪里难看了 挺好看的呀 爸 这是最新的搭配方法 你那都是几十年前的 老古董思想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班了 等等 把领带换了 放这在头 爸 罗夫为什么中生气啊 我爸他也不是生气啊 他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最近啊 他变得异常地啰嗦 我没觉得他啰嗦 他总是对我话那么少 不知道是什么 还记忆咱们俩 你 你这是要去见过欠初啊 哦 他今天做复查 那你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 早 早去早回 不 查 查完了又给你打电话 我先去陪你把领带换一下 走吧 小念 你先上车吧 我打个电话 没事吧 嗯 喂 查清楚了吗 沐谦初的后续治疗 还是陈医生在接手吗 这个暂时还没有线索 但是陈医生一直是沐谦初的主治医师 应该是最了解的病情的人 继续安排 好 最近顺便治疗怎么样 不是很好 最近经常会做梦 梦到一些之前的事情 也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所以整个晚上 都在半睡半醒之间 到了天亮 也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 之前给你开了安人的钥匙了吗 吃过了 它没什么效果 你的病最忌讳的就是 过度容暖和避浪 想的事情越多 脑子里的东西就越杂乱 越不利于你的睡眠和记忆的慰度 我最近的记忆力的确不太好 有的时候看报告就看两三遍 才能记得住 我还以为是睡眠不靠的缘故呢 你现在的恢复状态 并不理想你知道我 我能感觉到 给喃ggi 快多大了 一岁半 好可爱呀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你的老毛病很可能会复发 不复发吗 还有啊 如果你再出现什么 恍惚或者头疼的情况 记得及时联系我 我会安排你再次的场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陈妮说的 健忘好 好 然后吃完了还吃 吐完了还吃 吃饭了 叫姐姐开开 嗯 拜拜 谢谢小天 谢谢 怎么样 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 没事 挺好的 跟以前一样 那这次怎么这么久 我就是好长时间 没见到陈医生了 聊聊几个别的 我真没事 走吧 我记得 上次咱们两个这么散步 还是十七岁时的夏天吧 是啊 小念 你觉得这些年 你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 那肯定是有的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可能是一个 记忆恢复之后 又重新给你认识的感觉吧 总觉得你跟小时候一样 一点都没变 但有时候又觉得 你变了好多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比如呢 比如说 你刚才逗小孩玩的样子 就好像能看到 以后你当妈妈似的样子 那可早着呢 因为在我记忆里 你还是十七岁 穿着校服式的样子 你还是不懂 十七岁 离我们已经好远了 大家现在都有变化 你看 我都有预讹尾文了 可能是因为我这一段时间 经常跟公欧父母 住在一起的原因 觉得他们经常斗嘴 还分不开 很有趣 我原来的梦想 就是以后的家庭 能够和乐融融 因为我这个人 特别讨厌吵架 可是现在觉得 如果是这样 也挺好的 你 其实我一直没问你 你在公公家住得还开心吗 比开心更多的是安心 他们都带我像家人一样 跟我真的很幸运 有这样的家庭 还有你 锦初 看来我上回跟你说的 是不可能的 不伤口 好了 小年 我知道 既然你选择的是她 我一样 我一样 会用我的方式来保护 什么保护不保护的 搞得好像我有危险一样 小年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 是有一些事情的吗 今天沐谦初跟你说什么了 今天沐谦初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就闲聊了几句 闲聊 闲聊什么 你是在审讯我 咱们不都说好了 互相信任彼此吗 怎么 你这么快就反悔了 我承认我现在是有点反悔 可是我一提到这个沐谦初啊 我就耳根的发扬 总觉得没什么好事要发扬 真不是 他什么都没说 他就问了问我漫画的事 什么漫画 就是以他为原型的那个 他问我 那个漫画里 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 还记不记得有什么别人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就 我感觉他好像看过那漫画 咱们把他来 去 果然你 咱们家 要去 试试 有什么人 怎么看过 就是想找以前的一些记忆 看本能不能想起以前 以前认识的人 那个漫画上应该没有 我再想想 我想起来了 有一天 大晚上的 我们俩经常去那个湖边 在那儿好像还有一对情侣 情侣 是不是情侣我也不清楚 因为只能隐隐约约地 看到两个影子 但是他们的关系很精密 好像怕被打扰 一样听到脚步声就都走吧 你冷吗 我不冷 你冷吗 我也不冷 那个背影一定是姐姐 不会搞错 但男的 会是谁呢 那你知不知道你姐姐穆雪 那你知不知道你姐姐穆雪 除了当年在明面上 赔过恩一笔钱之外 还有另外一笔钱 是她私下里 朋友的名字 借给我的 好 我这一项 你们最后 我来说 你听不过 对你 我呀 你怎么想要 你怎么想要 我呀 你怎么想要 我呢 喂 我要公寓失踪前后的一切资料 新闻也好 调查结果也好 只要有的 我通通就要 木总 这里是十八十的新闻报道 剩下的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知道了 一会儿看 对了 等于凡生的会是几点 十点半 人都到了 再会议室 小木总 凡生的人已经在会议室了 木总和几位股东通知营去开会呢 姐和股东也在 嗯 今天只是和凡胜对接一下合作方案 想不到姐会带着几位股东过来 很意外 不议室 凡胜的项目是我一手促成的 多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 只不过项目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姐突然带着别人介入进来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不合适吗 牧师这么多我谈下来的项目 在我被分转出去的时候 也没有人为我觉得不合适 我这都是为了公司 金初 我听你的主治医生说了 你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我也跟几位股东商量了一下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你也知道爸妈有多在意你 如果你再出现什么闪失 大家都会觉得我这个做姐姐的 没有替你分担什么 所以你放心 你先好好治疗身体 等你身体好了 牧师不还是你的吗 而且你的孩子 你不是什么 妈 根本 我已经把你根本的 说了 什么 我刚刚刚的 老师 咱们 探索了 知道吗 你算是我在意义上了 你算是在意义上了 我带工作给你 这样对爸爸也有个交代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 更重要的是 我为了我最亲爱的弟弟啊 为了我 你知不知道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 更换负责人是多项元气的事情 不只是凡胜 我手头的三个项目 都已经到了落腿的阶段 你要帮我换下去 让他们都停摆吗 有我在是不会停摆的 你身体不好的是 小到项目 大到投资 甚至可以说整个公司的运营 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你大可以放心 我一手操办的 无论没什么问题的话 项目撞到公司 我快就会停 今天就到这里 姐 你是不是在怪爸爸 静说些小孩子说的话 出于身体 看来他真的已经开始动作了 他现在就是想加工我 先打算我的项目 再一步步切断我的人脉 这样 他就能重回把牧师拿回他自己手里 牧总 坐吧 之前勇家在这间的项目 是徐部长负责的吧 是 现在这个案子 在招烧方面出了点问题 你再去跟一下 可是 牧总已经把我调到樊盛的项目里了 姐把你调回来 已经算是特例了 我们牧师从来都是项目跟踪责任者 不过姐既然看中你 这也没什么不好 把这个项目做完再回来也不迟 您说呢 我听说徐部长 在樊盛的项目中 也不是什么主要负责人 可是在勇家的项目中 您可是第一负责人 不要因小失大 苏 沈总 说 徐部长被调到浙江跟王勇佳的案子了 王部长被派到国外做出国调研 最奇怪的是黄主任 之前他挪用开发款被我瞒下来的那件事 不知怎么了又被提了起来 现在正在被免职调查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太低估我这个弟弟了 没想到是个狠角色 既能找公司的漏子 又能敲老爷子的钟 这一句 算他有点能力 伯母 真的可以吗 没问题 我说可以就可以 你伯父很喜欢这种公笔话 你就跟他说你要学学 没问题的 一定可以的 去吧 没问题 去吧 伯父 我想跟您学画画 跟我啊 来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 尽头心强也较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只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蜜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 在你微笑的脸庞 曾战转难免的 伯父 我还没画完呢 回本来是我们的梦想 你 这么声音啊 先跳一点都不流畅啊 你画画的时候 你 你紧张吗 我不紧张 我原来画也不紧张 你别模仿我 你按自己的画 再试试 啊 看你自己的画 嗯 嗯 我知道了 我完全没有画工笔画的天分 谁说的 比刚才好多了 嗯 你不是学漫画的吗 怎么突然想起练工笔了 哦 我是 我是听伯母说 您每天要给画上色 特别辛苦 所以我就想学着 看能不能帮帮您 哦 你连工笔是为了帮我上色啊 行了 别忘了 你把这些东西收一下 然后陪我出去走走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 好 小念 上次你跟我说了 你跟晓鸥的情况 我呢 也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说实话 你说的这些不是不打动我 而且我也清楚 你们俩的感情是真的 可是小念 两个人要在一起 只靠感情是远远不够的 你说 你能让晓鸥快乐 那我问你 如果晓鸥失去了恩义 失去了一切甚至 连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机会都没有 她还能快乐吗 你说你能陪她吃苦 但我认为 一个能帮助她的人 是不会让她吃苦的 你现在还认为 你跟晓鸥在一起真的合适吗 完了 完了 我以为最近都有好转了 怎么伯父为我反而更不满意了 伯父 我 我是很多方面配不上工哦 您说得对 我带给她的陪伴 远远不如能直接给她帮助来的时机 但是 就像您跟伯母一样 您真的觉得 拥有财富和地位更重要吗 在我看来 伯父您能拥有相爱的人 幸福地度过这一生 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你们都失去了彼此 那岂不是比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更难过吗 伯父 我是不是说错了 伯父 你刚才说得很好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你什么都重要 我想清楚了 只要你跟晓鸥真心相爱 愿意陪伴对方 我会祝福你们的 伯父 那您这个意思是 谢谢伯父 谢谢伯父 我和晓鸥一定会努力的 将来的路还很长 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 不要离开她 晓鸥的事 对晓鸥是个不小的打击 我不希望 她再遭遇分离的痛苦 人的一生难免生离此别 但只要彼此相爱相互陪伴 就会度过一切难关的 这两天休息一下吧 最近太累了 不能休息啊 要不然谁知道我姐 会做结束 暂时我们要什么东西 越没动作才越奇怪 我最担心的还是小灭 如果她知道 这是一个骗局的话 会怎么看我 要不 如果我们把事情告诉石小姐 她会理解你的 你知道吗 斯敏 我以前看不见的时候 很多事情反而很简单 现在 我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跟我想象中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并不是我想去争 但我却不得不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去争 这样我才能保护她呢 明白吗 我没有 她真的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我已经搬到我父母家住了 我现在见他一面 都见不到 每天给他送汤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喝 见不到你不会找机会去见吗 办公室 回家路上 哪儿不能见 见到了又能怎么样了 恐怕现在我对于他来说 连个陌生人都不如 他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了 你要找机会跟他说话呀 我就不信他连一句话 都不跟你说吧 他真的不跟我说 倩初 倩初他已经跟我提分手了 我们 我最近真是倒霉头了 工作工作不顺 倩初还这样 之前有个导演找我 竟然是为了要买十岗年漫画的版权 你可真是幼稚 现在不是小孩子家闹情绪的时候了 那我该怎么办 继续坚持穆倩初 可是我 不要再跟我说找不到 你自己就是个大不存傻 倩初避你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让你精神呢 你要采取手段 知道吗 什么手段 最简单的 家里钥匙你还有吧 买个录音笔放在家里 录下他回家之后说的所有内容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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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监控监视的设备 需要我提供给你们 你得首先了解他 知道他在干什么 和什么人在一起 你才会有气入点 你怎么会有气入点 学姐 不用了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一会儿我会送你回你爸妈那儿 既然你抓不住千初 总能坚持到你那个姐姐吧 而且你也那么讨厌他 学姐 你要干的事 到底跟石晓妮有什么关系啊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心眼的 你倒是帮他说起话来了 石晓妮 怪不得你越来越可怜 我今天跟你说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 只有解决掉石晓妮 你才可以跟千初在一起 你好好想想吧 喂 沐总 陈医生怎么说 陈医生说身体状况没问题 沐千初也有跟他反映过 一些零散记忆恢复的情况 陈医生的意思是 也存在是自然恢复 不管是自然恢复还是装的 只要他记忆回来 我们就会有危险 梦总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你去找陈医生想个办法 我说服我爸 要牵出出国治疗 好的 至于公屋和石小念那边 今天有个导演找我 竟然还是要为了买 石小念漫画的版权 明天你去安排一件事情 现在 必须要对石小念和恩怡动手 怎么画得这么厉害 得外好 懂什么 你不是学画漫画的吗 学画漫画的还画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工笔和漫画 是两回事吗 就像你是做手机和电脑的 你怎么不去坐飞机啊 今后说不定可以啊 对我来说有什么难的 编才 你 哪个离音 真的是 画工笔 你不是画漫画的吗 怎么画工笔呢 为什么 讨好我爸呀 不是 这还用讨好吗 你爸已经同意我们俩的事了 同意了 还不是因为我乖巧可爱啊 所以他就同意了 快来 夸我 不是 我爸突然同意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丧气啊 就不能是单纯美好的祝福啊 我爸说什么了 你爸说 希望我们两个人好好的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吵架 还能彼此陪着追追跑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想学好工笔吗 因为 我看你爸特别想把那幅牡丹画画好 所以 我看他那么容易累 我就想 自己学一学工笔画 能帮他渗着色 帮点探萌 其实你爸是真心疼你 他也是真心爱你的 要不然怎么会同意我们俩的事 所以 所以啊 你今后要乖点 听话 不去淘气 我说的是 所以你能不能跟他道个谢啊 这事真的感谢他 道谢 不是 我跟他道谢 没搞错吧 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比我的脾气要倔一百位一千位 我跟他道谢 他能多一事不如上一场 你就跟他道谢吗 你敢 师晓 你敢对我 我跟他道歉 我过头睡觉了 我继续画画 你看我最近都有长进 这原来这个鼻风 我都还不能这么漏 你这水平啊 得学上几年 才能画好一幅完整的画 你来 我来 你不相信我的实力 那我这个天才 就给你露一手 上好了 我去找你 你不相信你 喂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 还得打扰你 我是想知道 上次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如果我积极配合治疗 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是啊 至少让我坚持到 把话还完吧 好 沐总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剩下的就麻烦陈医生了 我这边检查结果之类的 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出国治疗这种事 其他的不用你担心 我们这边来操作 陈医生只要守口如瓶就好了 好吧 好 谢谢医生了 你走 这些是 你都要留着 但是他在书上 易血 去 去 我的 你住olo 的 你住在书上 那种 你住的 我住得 你住不阿 你住不住 你住不住 小小小小的 你住不住 咱小小小小的 丸子 我不在的时候 你弹下了这么大的声音 您的故事是这样的 对方是家影视公司 改编的是小说公司 在作剧之前呢 他们想让我们 做电视剧的先兴漫画 虽然小说不是很有名 但是 他们会答应我们 把我们的漫画肉朵尽量炒告 怎么样怎么样 站在我们的角度 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一个大馅儿饼啊 他们还说 要做一个系列 三个作品打底 打造一个品牌 三个作品 我已经想好了 要趁着这个机会呢 把怪物片之狂的第一季 出版出来 你的粉丝呢 已经追连载 追得披心待悦 饥渴难耐了 我做你的闺蜜 兼粉丝兼经纪人兼社长 管着这么大一个出版社 怎么能辜负你的粉丝呢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就这么定了 其实我也觉得是个好机会 你想想看 目前为止呢 漫画和影视的结合前景非常好 再加上他们给我们的片酬 真的不低 报仇不低 对 所以只要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把我们的漫画出版出来 这样 以这个新生代漫画家的名头 也就名副其实了吧 加油 你可以的 拜拜 拜拜 你干嘛呢 还以为你在这儿拍山都海呢 好搞笑啊 我爸今天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呼吸法 非逼着我做 说是能清费 他刚进屋你就回来了 我陪你一起做 严肃点啊 是真的 我腿太疼了 我不跟你一起做 太累了 怎么了 这么累 好事 我们工作室谈成了一个大项目 有一家影视公司来找我们 要做现行漫画 什么条件啊 前景啊 片酬 谈得特别好 小丸子也想抓住这个漫画改编的机会 顺便发行我们 怪物偏执狂的单行本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漫画市场这么好 你应该感谢我吧 出版社和工作室 是你投资的 没错 但是呢 漫画是我画的 作者最大 漫画是你画的 可你画的也是我呀 那顶波分你一半功劳吧 三分之二 你说你露出了一副奸商的丑陋嘴脸 对 你刚刚说的那个项目 靠吗 我觉得对方的态度啊 感觉啊 都还可以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担心 担心 听起来没什么可担心的呀 那公司可信吗 白宇查过了 资质倒还可以 就是他们买的是小说IP 版权好像有点问题 不过也说马上会解决 我觉得他们挺坦诚的 我就没细问 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 我觉得可以 你也觉得可以呀 可是我觉得不太行 毕竟这个方向我都没怎么做过 我就有点没有信心 而且特别神奇 对方比我们还着急 他们恨不得今天签合同 明天就合作 你不是一直觉得工作室的合作方向 应该更宽广了吧 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项目 我决定可以试试 那如果我有什么不惠的地方 我可以向你请教吗 没问题 三顿蛋炒饭 橙江 今天还剩什么饭了没 好乐 在锅里呢 去吃吧 说好了 三顿蛋炒饭 不许再多了 是小念 你很优秀的 知道吗 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不会让你卷进眼下的这个局面里来 希望目前出也能明白这一点 小念 妈 对了 妈 我 我 我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说 你们上次整理我房间的时候 就我小时候那缩写本 你们留着了吧 在在在 妈妈把你小时候画的那些东西 都放着呢 放在书柜下的小格子 小念 你要吗 那我明天就回家吃饭 然后顺便拿一下 正好我好久没跟爸妈一起吃饭了 那太好了 妈妈明天给你做好吃的 好 那不说了 妈 明天见 好了 好了 不不不不忙了 来 出去出去出去 妈妈一个人行了 老师啊 你不是每天念了小念吗 正好来 陪你爸爸多聊聊天啊 你看你们俩 好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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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你在 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小迪啊 今天妈妈都不回来了 我妈妈正好做了好多 你们姐妹俩爱吃的菜 难得一家人 你快拒绝啊 喂 江先生 从我哥出事那天起 我就觉得 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是我还没有想到 这些事情的关联 所以 我一直保持着官王的态度 你开始怀疑沐雪了是吗 很多事情串在一起 她都莫名其妙地参与到其中 现在只是一些碎片性的线索 还没有被串联起来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她一定在其中 扮演着剧足轻重的角色 谨慎点是对的 毕竟如果对方真的是沐雪 那贸然行动 不但不会逼她现行 反而会打草精神 让她把狐狸尾巴藏得更深 你也就更难找到线索 不瞒你说 我一直和她身边的人私下里 有过信息交换 线索我是有的 但是我一直想不通的是 她做这些的目的 到底是为什么 这几年 我也看了一些 关于沐雪的报道 她绝对不是那种 会无缘无故 冲动做事的人 我们找不到原因 只能说明 这里边有些事情 可能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请自接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都想向您 求证一下 你是想问 沐雪和公寓 对 其实你的这个想法 我也有过 从我发现他们俩的邮件之后 我就觉得 你哥和沐雪之间 关系匪浅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是那种很亲近的朋友 是那种 你哥连一句都不愿意跟我提的朋友 好 我自己来就好了 这又不是在公司里 客气什么 你先忙你的 可惜这儿没有你喜欢喝的花茶 搞定了 喂 什么事 现在 我现在不太方便 所以 那通电话 你认为是沐雪打过来的 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 但现在想来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你能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 虽然当年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 但你也想知道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也不是 我不在意真相 我想知道的 是公寓的心吧 还有一个 就是施晓念 沐千初曾经跟我说过 他的目标不是施晓念 而是整个恩义 施晓念只是被 无辜转进风暴的受害者 可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简单的是 恩义的一场商业竞争 而更像是在直指施晓念 晓鸥你有没有想过 你当初找上施晓念 是因为他的漫画 因为他的漫画出现在 你哥的车里 那会不会 这个漫画里真的藏了一些 什么关键性的线索 就连施晓念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却有人很在意 其实一直有人在调查 施晓念的漫画 而且还被白宇和施晓念抓包过 但是被顶出来的人 居然是施晓 我和白宇一致认为 施晓念当时的解释 太过于牵强了 他的背后一定另有其人 扯来扯去 都是他身边的人 可是施晓念这个蠢女人 都不知道他和这么件事情 就关了 恐怕他现在已经身陷其中了 沐雪最近活动频繁 还是要多关注 晓念没经历过这件事 你要多递他防着点 最近有个项目在找他 我总觉得不太对见 我们要赶快找到对方是谁 看清楚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找到他们的弱点 不然 晓念那边 我真的是发心不下 我不知道 这些漫画究竟 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 但我觉得 这所有的事情 都跟他扯上关系 如果我们从沐谦出着手的话 是啊 施晓念和他是曾经的好朋友 沐雪是他的亲姐姐 他和整件事情 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但其实我很早之前 就和目前出交流过 他这个人 对我总是有所防范 有所保留 我会再去找他 晓念 多吃点啊 你看你说最近工作忙了 人都瘦了 来 这个鸡翅 你那天天出大别墅吃大餐 有什么吃不好的 我突然觉得没什么胃口了 我回方休息一下啊 你们慢慢吃 来 陪你 来 陪你 小念 坐下 妈妈难得做那么多菜 你慢慢吃啊 慢慢慢慢 我去看谢你爸爸 我去看谢你爸爸 吃点鱼肉 我看你一直在吃青菜 这鱼肉比较清淡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就不用言来言去了吧 怪累 小迪 上次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已经彻底地 放下钱住了 有了自己的感情和生活 也不会影响你 所以你不用一直把我当敌人 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 希望你开心快乐 你不要把这些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无所谓的事情上 这样你会觉得很累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么想的 你巴不得签助推我越远越好吧 这样你之前受到的那些委屈 都扯平了 小迪 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俩去游乐场玩吗 那时候我跟你说 姐姐希望你一直开心快乐 我现在的想法和那时候是一样的 没有变 姐姐我要坐这个车 哪个车呀 这个车 可以吗 当然 小迪迪 能把这个车借给那个姐姐坐一下吗 不行 这是我们先坐的 那这样好不好 姐姐给你买个冰淇淋做交换 你就让那个姐姐坐一下 那个姐姐等了好久了 那好吧 谢谢你们 不用谢 姐姐你真好 你开心就好 我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嗯 我们坐车吧 好 在你心里怎么看待我这个姐姐的 我始终把你当做亲妹妹 我始终希望 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矛盾 误会 我们俩都可以像现在这样 爱在一起吃饭 我还是打心眼里想要你好 希望你一直快乐 好 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 但是只要我们两个小 就还是可以回去的 对吗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我们就应该一起往前看 小迪 你有你的事业 有你爱的爱人 有爱你的亲人 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你应该好好珍惜 放过自己吧 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 我好吗 只有解决掉十小年 你才可以跟千初在一起 你好好想想吧 你怎么找什么呢 找小时候的漫画 找到了 找小时候的漫画干吗呀 我们工作室新建了一个项目 我想看看小时候的漫画 找找灵感 什么项目啊 是恩义给你们做的吗 不是 是一家公司主动找的我们 报价和周期都很合理 所以我们想好好做一做 现在市面上 项目挺多的 但是陷阱也很多 你们做的时候 自己注意一点 这个项目的确有点问题 毕竟它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所以版权上还没太太多 不过也没什么大事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怎么 心软了吗 怕我对十小念做什么是吗 果然是血浓于水啊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多见见前初 这个当然没问题 我已经给前初找了最好的医生 等事情结束之后 我会把你们一起送到国外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莫董 你怎么来了 我找穆千初有事 他不在公司吗 打了一天电话打 一天都没有莫董的消息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 算了 换个告诉话 去会议事吧 好 我已经窃我家里没了 穆总没在家 我刚给施妖姐打了电话 施妖姐也在到处找她呢 公司呢 你确定她没来过吗 确定 我刚确定她办公室 桌上的文件物品 全部没有动过 那您坐会儿 我去想办法 等一下 穆先生现在的身体指标 已经比较稳定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里 怕老年多费心了 只不过我不知道 对方下一步 会做出什么样的安排 我现在也不清楚 我说我们的女儿 你找到这个东西 她找到我的手上 你也找到什么 你找到我 我找不到公室 你找到我 她找到你的手上 别把它要再找到你 你看了 我找到大部分 我去 如果你想要牧师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你可以早点跟我说 我知道 牧师能有今天的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你 终于还是安拿不住了 龚总 您知道我们目录消息了吗 放心 他暂时是安全 那我牧总他 无论是从公事讲 还是出于血脉上 我都不会跟你 你都不会什么 你会乖乖地把自己的股份拱手让出来吗 别傻了 千楚 牧师的归属 本来就不是你说了算 只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我不得不把你找出来 以最有效率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罢了 明白吗 所以爸当初叫我回来接手公司 还拿走了你手上很多重要的项目 对于这一点 你是很有怨气的对吧 怨气 我从来不会怨谁 我只是觉得这个家对我不公平 好了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不说小孩子的话了 坦白说清楚 我不想伤害你 我也不想事情变得过于复杂 只要你答应我的诉求 我会送你离开 你还是我的亲弟弟 我们之间还会像以前一样 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觉得我们还能跟以前一样吗 当然 只要你做出合适的选择 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就是《耄 surprise》 铁密琴 你和替 nichts没做 都给我来不意 您可以意非常之一 当然 今天是提战的 这行性的 我买相临上来了 可以不渴望 所有权之类的 我就是想知道 你最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权力对于你来说 就这么重要吗 重要到什么都可以 不管不顾是吗 其实 其实我 你想要的 我会尽力满足你 我只求你不要再做错事了 杰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可我觉得没有 为了你所谓的权利 我已经牺牲了一切 我只想拿回 我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 有什么错 我还说 潇雪 我们结婚吧 嫁给我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我现在不拟 我已经答应我爸了 宫月 你不要让我为难 小雪 这是我给我们最后的机会 这么多年了 我是多么爱你 你应该清楚 我知道你看着你的事业 没关系 我可以到 我只希望能够给我一个位置 能够让我陪着你 好吗 不行 如果被我爸知道 我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我不能让这些差错 我 毁掉这一切 对不起 为什么你要突然跟他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只不过 只不过是暂时没有答应你的 求婚而已 宫月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亲自陪在我身边很久 他对我的付出 我一直视而不见 我现在不能忽略身边对我好的人了 不是这样的 宫月 你在等等我 我知道你的苦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很多事情 已经不止是你跟你爸爸一个约定那么简单了 你已经陷进去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 你还会有别的邀请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只在一个地方约会 我们没有看过一场电影 没有一起走在路上愉快地聊个天 甚至连说句情话都要偷偷地背着别人 算了 放过彼此吧 宫月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对不起 宫月 宫月 小雪 小雪 你别这样 你冷静点 你以为我提醒掉的 小心意味的是什么 你以为我想跟你偷偷摸摸的吗 我即使小心成这样 还是被别人发现了 这个漫画 这个漫画 是倩珠的女朋友画的 倩珠如果手术成功 她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事情 我到时候所有的努力都摆备了 你明白吗 小雪 小雪 你回来 那你再下雨 小雪 回来 反正 你不要锁停车 уе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云 郭云 救命啊 救命啊 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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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岚 给我跟张七票去英国 马上 郭云 既然你的目标是我跟牧师 那你为什么要对小念动手 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足够坦诚了 钱初 你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你答应让出一切 我会送你和石小念离开 丸子 像你这么晚打电话 我跟你说宝宝可是要抗议的 你先什么都别说 先看办法APP 快 好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石小念大神 签约出版的消息放出来 粉丝们都沸腾了 你看到下面没有 一大堆人催更 还说什么要一次性看《怪物》第一季 还要买指数收藏 不行 我现在觉得给出版社负责人打电话 加快进程 丸子 丸子 这工作不工作 但是你呢 不要一有什么事 就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 你还是当妈妈的人 你现在肚子里有饱子了 所以你现在立刻马上上上睡觉 工作的事明天再上 那好吧 那我就明天早上再处理 不过丸子 我现在真的好幸福 我真的是 这活有点膨胀了我都 傻瓜 我也觉得好幸福啊 快睡觉吧啊 晚安 老婆 我不幸福啊 我想睡觉 咱来一起睡觉 一起幸福 好吗 滚一边儿子 快睡觉吧 睡觉吧 睡觉吧 你大半夜不睡觉 在这儿站着发什么呆啊 你呢 大半夜你都不睡觉 下来鬼鬼祟祟做什么呀 倒水啊 我不是新坚守了那个项目吗 我就想抓紧把它做完 这样恩怡后面再有什么问题 我也好腾出时间来 累吧 我累啊 能专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开心啊 而且 前几稿我发到网上去 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要一鼓作气 把这个做完了 你怎么这么蠢啊 快去睡觉吧 不然把身体累垮了 要用灵魂画画呀 好 那我继续去战斗了 画完这一稿我就睡 小老板 你早点休息 晚安 早点睡啊 晚安 呼雪最近活动频繁 还是要关注着 小念她没经历过这些事 你多事要帮她防着点 这么多历门 小蝶 小蝶 先别担心 我已经调查过了 宋总那边 一直没有得到销售的版权 我们将影视的前瞻漫画 放到了网上 相当于对气 进行了二次加工 的确构成了前瞻行为 这下完了 不会 没关系 这个问题虽然棘手 但是 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 毕竟我们不是故意侵权 只不过 我总觉得 好像一直有人在刻意带节奏 喂 宝贝 你还好吗 我还好 这点大风大雨算什么 咱们什么没经历过 你照我命运就别嘴硬了 说得好像你真的经历过 什么大风大浪影 那比起我们没工作 身无分文 两个人同吃一碗便当的时候 不是已经好很多了吗 咱们坚持下去 再听一听 应该就过去了 等一下 我这儿进了一个电话 你等会儿再打 喂 喂 石小姐 我是城市快报的记者 我想采访你一下 关于清卷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和你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 和处理是怎么样的 我 我 记者 喂 喂 你好 喂 喂 你好 小念 小念 石小念 施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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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我不说话了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我挺好的 我实在想晚上做什么吃的 小丸子他们晚上来咱们家吃饭 你怎么不问我他们为什么来啊 小丸子怀孕以后 卫明上看得很严 我都好久没见到他们了 你别吞吞吐吐的了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挺好的 真的吗 真的啊 白玉已经在查了 那些风言风语 我根本不会放得心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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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民给我打电话说 千出不见了 他现在在哪儿 看在你这么担心他的份上 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 但是你也要帮我做点什么 好 你说什么事 我要你跟我一起 彻底毁掉石小念 毁掉石小念 对 我需要你的配合 你为什么要毁掉石小念 他又不会妨碍你什么 师弟 你清醒一点 解除掉石小念对于你来说 不是更好的事吗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一会儿别乱说话 小老板 喂 你们来了 小念呢 在厨房呢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 吃个便饭而已嘛 还是我们小老板娘康 那个 小念他没事吧 没事 坐吧 这也太多了吧 就吃个便饭这么夸张 怪不得公公室 你在厨房里面待了一下我 小念 做了这么多干啥 累死了还吃不完怪浪费的 你们来我高兴 我就多做了一点 你呀 你这是这做饭分身发泄的吧 都跟你说了 让你不要去看网上那些垃圾评论了 你怎么不听呢 我没看 我真没看 这个事情呢 本来就是他们出品方的错 买版权的是他们 再怎么说也轮不到你去跟预员做点沟通吧 是吧 估计是因为之前宣传 都把小念推在前面了 所以网上那些不明事情原味的人 肯定是逮着最初风筒的人喷 有些人在网上评论啊 只是为了宣泄个人情绪 而不是真的发表意见 他们是为了喷而喷 他们甚至连事情的真相都不知道 对于这些不了解情况 毫无是非观的人来说 他们评论上我们何必在意 吃饭 快吃 这有硬材 多吃点啊 吃不完 不许出来 那你也不用盛这么多啊 我又不是猪 你喂猪呢 猪啊 只知道吃没有烦恼 猪可比你快乐多了 还说我是猪 宋经理 我去接一下 喂 石小姐 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跟西北老师这边有点误会 但是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在发布会的时候 澄清这件事情 好 那就太感谢了 除了澄清茗玉的事情 小说改编权也希望你们能尽快解决 这样咱们的合同也好继续进行下去 我很理解西北老师 如果我是她遇到这种情况 也会很生气的 对了 还有发布会那边 如果需要我帮忙 我也会过去 出面解决 出面解释的 好嘞 石小姐 那太感谢您了 那我们 发布会在周六的中午 到时候会派司机过去进你 好 那我们周六见 好的 沐总搞定了 她愿意过来 学姐 你能再跟我说一次吗 我没太听明白 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会办一场发布会 跟你姐姐说的是宣传她的漫画 顺便解释一下这次的侵权风波 但其实 老宋 你来解释一下吧 是这样的 石小姐 到时候我们还会安排您 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出席 你只要对石小念 多说几句好话就可以了 好话 这都要我教你吗 不管石小念怎么解释 你都认定她是明知故犯 然后你再替她 好好地道歉 所 我跟石小念关系不好 所有人都知道 我这个时候去替她站台 太奇怪了吧 这就是你发挥你专业素养的时候了 知名女星为了她影响不良的姐姐 含泪绝功道歉 多好的噱头啊 你还可以跟你的经纪公司联系一下 宣传的事情呢 我要去这件事情 石小念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这是给她的惊喜 这次惊喜的片程 就是签出的地址 和你们的未来 你是唯一的女主角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霸言 未来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在这发什么呆呀 我 看星星 看月亮 看星星 看月亮 你不冷吗 你这怎么不拿个大衣来呀 你这家酸明治哪 你还不开心啊 没有 没有不开心 那个项目负责人 说发布会的事情怎么解决了 宋经理说会出来解释这个事 上午发布会开完 下午澄清的稿件就会发出来的 那还可以啊 说明他们是有公关的解决方案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是我自己的错 因为在此之前 我也知道他们版权有问题 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会努力完成 尽力解决 结果配合他们提前宣传 改编 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不谨示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也有错 我是你的直系上司 按理说呢 应该帮你过滤合同 分析项目的风险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真的不是你的错 我还担心会连累了恩义的名声呢 你看现在 关于漫画改编 侵权这些事情 多敏感啊 结果咱们这事一出 正好撞到风口上 他们已经把我原来的作品 都拿出来编尸了 我特别怕牵扯到恩义 你放心 恩义这么大的公司 不是说牵扯就能牵扯得到的 那我也不愿意做一个 只会躲在蜗牛壳里的人 恩义是我的 你的工作室也是我的 这些 工作室虽然是你投资的 但是除了恩义的项目以外 其他的项目 都是我 丸子 白羽 努力去谈下来 努力去完成的 所以工作室 从来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工作室蒙上了污点 还连累了恩义的名声 我心里真的挺过不去的 不过也只是难过 毕竟人生总会经历 这么多风风雨雨 不会有人一直挡在你前面 自己都要去努力 经历 好好解决 我知道 你觉得我对事情不太计较 觉得我蠢 总想挡在我前面 总想帮我 但是我始终相信 用真心对待别人 努力工作 哪怕蠢 也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 你不是蠢 你是蠢到家了 即便蠢 我也会努力工作 早晚有一天 会让恩义科技 让工总裁 因为投资了石小念工作室 而感到骄傲 自豪 好 好 不愿意 天气快亮了 快睡吧 那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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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晚安 晚安 你是我的 你快回去吧 你快回去吧 你最喜欢的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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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uvo 你在忙吗 没有啊 我在车场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我就是发布会马上要开始了 有点紧张 想跟你说说话 要我去陪你吗 不不不 你千万别来 我现在巴不都跟N1扯开关系呢 你这一来 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那我去后台 不行 后台也不行 今天汽车特别多 你不用来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施小姐 你要做准备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马上要上台了 拜拜 拜拜 施小姐 别害怕 到时候我们会解释 跟西北老师的误会的 你只要上台 回答漫画创作的问题就可以了 好 谢谢啊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各位丽玲 今天发布会的活动现场 我是主持人澄澄 本场发布会的主角 石小念小姐 她才华横溢 人气超高 被称为是 九龄后少女星的代表人物 她所创作的商业短片 在网络上引爆热议 并且被各大门户网站所转载 而她的漫画代表作 相信大家也非常地熟悉 万物片之狂 连载点击率已经突破三点五亿 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地期待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石小念小姐登场 其实今天在我们发布会的现场 还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 她不仅是 石小念小姐的忠实粉丝 而且还是她的妹妹 让我们掌声欢迎知名隐心 石笛小姐 这位神秘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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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派过去的媒体说 实地也在发布会现场 以上就是我们漫画的 大概前套 希望连载之后呢 各位媒体朋友们 可以多多地支持 接下来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积极地和我们交流 来 您 我想请问石小念小姐 最近网传您改编的漫画 没有经过原作者的 同意和授权 这是真的吗 这 这个 我 这位 请问原著作者西贝 在微博上说 将借助法律手段的媒权 石小姐有收到过 相关清晰吗 技术法律手段 宋经理不是说那是误会吗 这 怎么回事啊 谢谢 谢谢各位的 永远提问啊 但是 希望大家 不要乱进手 继续一会儿一个来 来您 不好意思 大家 请大家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来解释 首先 我对这件事情 向大家道歉 在 参与漫画改编之前 我的确有听说过 版权纠纷的问题 但是当时制片方 有跟我保证 说很快会解决 可是我的工作领域 主要是在内容创作方面 所以后期也没有再多问 多了解 因为我的说呼 造成了这样的差错 实在是抱歉 好 请问第二排 可是西贝老师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 她是否主动跟您的团队 没沟通过这个问题 但是直接被你们拒绝了 请问这件事您怎么解释呢 我没有拒绝它 而且我根本没见过 你说的这个西贝老师 这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别着急 还是我来跟大家说吧 对不起 这边都会说 就这样 各位媒体朋友 不好意思 我姐姐她比较少出现在台前 对于这样面对面的交流 她可能还不太适应 所以就由我来替她 回答这些问题吧 刚才主持人说 我是我姐姐漫画的忠实粉丝 其实不是一句宣传语 我姐姐她很久没有出版 新的漫画了 前几天回到家中 她突然跟我说了这本小说 说授权她做漫画 没准还能改编成仪式剧 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姐妹俩还能合作呢 别说是我姐姐了 我听了也很高听 唯一美中不足的 可能这个漫画出现一些版权问题 但是很快就会解决的 所以我姐姐可能她也没有太在意 这么说石小念小姐 不是没有太在意版权问题 而是明明有问题 却还是坚持新权了 我姐姐她只是想要做好的作品 对于这样好的项目和机会 谁也舍不得放弃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不小心忽略了一些问题 我姐姐刚刚也道歉了 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多多理解 我相信我姐姐很快 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说什么呢 请问石小姐为什么要拒绝西贝老师呢 关于她拒绝西贝老师这件事情 可其实 这挺高兴的 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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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人管一下 赶紧去宣证一下 走 湘妮 哭吧 好好发现 小老板 我这拉梁实验室 那个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咱们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就离开 不能走 你怎么这么傻呀 现在不走 等着留下来被他们看笑话吗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为我而气的 我现在走了 我都没有来得及结实 还没搞明白呢 只要今天所有的媒体明白 现在可以走了吗 你还敢来呢 你还敢来呢 施晓念 我有话跟你说 正好啊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你要对我说什么 快说吧 我要跟你单独说 都什么结果眼上还单独谈呢 装什么神秘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对媒体的这些说辞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 没有 谁能支持我 我不知道谁能支持你 但我知道谁能要挟你 你很想知道沐谦初的状况吧 毕竟他已经失踪几天了 因为你还是不认识的 这是他主持医师发来的 好好看看 喂 涛儿 我这边的检查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 喂 牧总 现场怎么回事 直播怎么停了 听说这边跳闸断电了 正在恢复 断电 为什么会断电 除了断电还有什么别的情况 没有 现场除了思想念和实地之外 有没有别人 比如说公欧 还有AE的人 并没有看到 那他们赶紧处理吧 如果见到AE的人 就要媒体拍下来 这不可能 他明明跟我说 千初恢复得很好 还说找了医生照顾他 让他早日恢复记忆 好回到原本的生活 原本的生活 你说的是你做穆太太的生活 千初他不见我 我只能通过他知道 千初的近况 而且 学姐也说了 只要我帮他 他就好好照顾千初 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 让他接手公司 还说 会在他面前帮我说好话 让他早点提起我 所以沐雪已经把沐氏 从沐千初手里的 所有重要项目 全部都拿走了 你也不知道吧 他不仅不会帮沐千初 回到原来的位置 他最近还在一直联系 金融律师以及沐氏股东 准备吞掉沐千初 全部的股份 这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在吞掉沐千初的股份后 就会强制把他送到国外休养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沐雪不是沐千初的亲姐姐吗 他利用我 我还以为他不会骗我呢 那 那千初到底怎么样啊 学姐说他身体 你恢复得不错 是真的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知道 沐千初也并非手无伏机之力 就算沐雪控制了他 我相信 他能照顾好自己 所以说了这么多 去调查小念漫画的人 就是沐雪 对吧 他们两个去哪儿了 有人看见谁小姐了吗 小念 让我去吧 你们俩快走 趁机这来之间 小提 你要干嘛去啊 我要去告诉他们真相 你不能上去 你不能上去 我要去告诉他们 沐雪到底有多可恶 对千初 对你 而且今天我说这句话 全都是他讲我说的 还有你们之间那些事 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我要去告诉他们 他还骗了我 他骗我做了好多事情 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 还这么爱哭鼻子 我在呢 我在呢 小迪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上台呀 沐雪那些话 你真的觉得能说出口吗 沐雪现在还在他手上 沐雪现在还在他手上 他对他能做什么 咱们都不知道 你这个样子做 太冒险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 记者 记者都在外面等着呢 而且我刚刚还说了那种话 这怎么收场啊 没事的 你可是一个女明星 你这样子哭 被别的记者看到了 我可怎么办呀 石小姐 您可以做准备了 我来吧 也留在这儿 大家安静一下 感谢大家的配合 我们的电力已经恢复了 再次有请石小念小姐登台 先来 首先我要给今天到来的 所有媒体朋友 关注我的读者粉丝 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狂暴女孩 这本书的原著作者 西北老师 道歉 这件事情 是我做的不对 我的狂暴女孩 存在版权问题 的确我很早就知道 无论这其中有多少误会 造成这次风波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我自己 是我太不谨慎了 这一点无可辩驳 作为一个原创作者 我其实很能理解西卫老师 被侵权的愤怒 给他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欠慮 而且还牵涉到了 我妹妹以前的这件事情 石小姐 刚刚石碧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故意说谎的吗 其实你根本就知道版权问题 但是为了自己的作品 却依然故意去侵权 或者说是石小姐在报复你吗 毕竟大家一直听说 你们两姐妹的关系非常一般 甚至因为情感问题发生过矛盾 不是吧 不是说石小念 抢士帝男朋友吗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个版本 看见今天我好奇看 我和妹妹之间 没有任何问题 这件事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她毫不知情 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抱歉了 各位 哥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这件事 会不会对恩义造成影响 可是我还是不能推小迪出去 把咱们的感情牵扯进来 可是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真蠢 你平安就好 别的交给我 别的交给我 小念 你怎么样啊 放心吧 好很多了 那就好 我还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 自己在那儿就决得吃不好也睡不好呢 不过小念还是有很多粉丝支持她的 今天信息量这么大 又是失敌又是那破事 她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吧 小念比我们想象重要坚强 不过小老板 咱们明天怎么办 你这一出场 咱们一想不牵扯进来都不行 还有那个沐雪 想想也偷偷 别想这么多了 怎么能不想 沐浅出现在人在哪儿还不知道 沐雪又搞这么一连串的事情 咱们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呀 最起码也要让她收敛点 我心里有数 我告诉你们 以后再说我没辫子 我就挂你们头发 听到没有 走 好了好了 别害怕了 出来吧 你看 姐把他们打跑了 他们有后再也不敢了 你看你的脸 全是伤 还有我的头发 回去以后一定要被爸妈骂了 没关系的 头发弯了 姐姐帮你说好就好了 嗯 伤 就说是 跑伤了 每次撒谎成功功 把医生救了下 没关系 走吧 老弟 怎么了 你发带发的老半天了啊 爸 小时候为什么我跟石小念在外面打架 你一审就审出了吗 因为你姐啊 是 我姐她从来不会撒谎 你一问 她就都招了 不是她不会撒谎 是只要她说了实话 我跟你妈肯定打着她说 也就没空骂你了 这么想起来 小时候我还真的没怎么被骂过 你姐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懂 你们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只骂她不骂我呀 小弟啊 你姐啊 她是想护着你 这是你们姐妹俩一点小默契 我给你妈又何必要破坏杰川呢 怪不会叫她们上网战士呢 你怎么来了 我找石小念 小念已经休息了 小迪 公 可以让我跟小迪单独聊聊吗 可以 谢谢你 是 我也要骂你 吃点心 你妈的真的我们有同情 我现在还要过去了 我现在还要过去 你不要在那via 我自己想要想要出一个 你不要识極了 我现在就可不可以 是啊 好久了 一见面就吵 要不然 要不然 就总是阴阳怪气地 只做对方 白天的事情 谢谢你啊 没事 可是现在怎么办呀 沐雪找了那么多家媒体 肯定会把这件事情 天佑家做得串出去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她好像特别针对恩义和公欧 你们 小心一点啊 我知道 公欧也想到这点了 所以我们明天一早 要去见沐雪 问问她这件事 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要去见沐雪 陈医生是公欧的人 所以你放心 如果千出那边有任何情况 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姐 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因为千出 我确实讨厌你 想要你离我们远远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 要让别人来伤害你 也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 对不起啊 姐 没事的 不要紧 我活到现在 还真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的 对吧 对不起 我还不说 我还没想过 这么一样的感觉 对不起 我还不想过 你会继续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老板 公司那边有几个董事 让你立刻回去开会 现在工作室的事 闹得满城风雨的 咱们公司已经被完全牵扯进去了 公司的事要紧 你先回去吧 可视 没有可视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为我而引起的 我很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就在想 沐雪为什么一直揪着我不放 想弄清楚 可是这种事 早一天晚一天知道 也都没关系 恩义的安稳对我来说最重要 你自家等我 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先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是你自己要来的 不是我逼你的 不好意思啊 各位 让你久等了 刚刚我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什么私事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正好今天小念也跟我过来了 我就借此机会介绍一下 石小念 漫画工作室的负责人 同时 还是我女朋友 你们看 你们看 我是不是很早就说过 我们的小鸥啊 总喜欢那种 不是女神的类型 龚总 你们在不在一起 我们不参与 但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闹得有点大啊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工作室的问题了 网上的骂声 现在直辞恩义 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的确 小念在这件问题的处理上 确实有事偏颇 但是 他绝对不会主动去抄袭骗人 这点我相信他 我们不是不相信他们 只是有的时候 做事不能冲动 这个发布会 你完全可以不去 下面的反应也不会这么强烈 我们也好去操作 去控制 现在你看 我知道 几位可能觉得 我们的行为有些诱识 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 石小念工作室 是恩义的衍生品 所以 大家在潜意识里 就会以为 石小念和工作室 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依附于恩义 但经数据调查 恩义 才是小念工作室 背后最大的受益 当年 我们在搞产品宣发的时候 有很多经销商 对我们没有信心 是小念 带着他们工作室 一系列的动画作品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才让我们恩义 重新得到了薛总的认可 才让我们的产品 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这些事情啊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但确确实实 小念的工作能力 给恩义 带来了很多的实惠 同时也是我本人 成长了很多 我今天之所以 能够站在这里 他功不可没 他功不可没 所以 当小念和工作室 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作为恩义的董事长 以及男朋友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站出来 说得很有道理 可是光欧 处理问题有很多方法 但这种解决方法 却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也最能表明我们的态度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会有很多人 慢慢地从 舆论的漩涡中走出来 正视自己的位置 我是在保护小念 但在另一方面 我也在保护恩义 相反 缩手缩脚 畏手畏尾 只会让事情 变得更加复杂 我相信这一点 大家比我更清楚吧 这个方案 我需要找专家全方位地审核一下 不是我的专业 我需要谨慎一点 理解 理解 牧总做事一直是谨言慎行 但是牧总可以放心 您对恩义有感情 我也有 虽然我现在的团队水平技术比不上公公 但如果让我来掌握恩义的话 很快 一年吧 恩义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以前公寓可以做到的 我一样可以 我不希望你跟谁比 你的能力有多少 我心里很清楚 说到做事的能力啊 说到做事能力啊 不得不恢复牧总 您看之前被你弟弟横插一杠子 把我们本来要合作的项目管理权 全都拿走了 你看 这才多长时间了 我们就可以在你的办公室 肆无忌惮地 见面 聊天 说明这件事处理得很彻底嘛 不干你管的事情 你最好少说话 我就是很好奇 石小念的事 您应该才是真正的母后玩家吧 那要这么说 这里应该还有我的功劳呢 陈总的话那么多 并不是每一句都能让人记住 牧总 打扰一下 勾欧石小念开车回了恩义 一直都在开会 看样子能来的可能性 应该是不大了 知道了 空屋要来 牧总 你是不是应该提前地通知我一下 这种争权夺利的事情 还需要大家做到一起商量一下吗 你紧张什么 不是我叫他来 是他要找我心事问罪 但是显然他现在什么都鼓不上 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固然有你的道理 那这种 我问心无愧 都交给别人评判的姿态 不适合去解决一个公司的危机 股票一跌 恩义受到的影响 可不仅仅是 解决舆论的问题 你说的这些 其实我都有考虑 而且 我有很多解决 我来说吧 这件事我向大家道歉 这件事我向大家道歉 关于对于公司的管理 后续的损失 这些我都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个人的疏忽 给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虽然我还不能 暂时弥补上这个损失 可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我一定可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 好好解决的 也不会因为我和郭欧之间的 什么关系 把它牵扯进来 可是你现在把我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姜妮 我昨晚跟你说的话 不只是鸡汤而已 郭欧 请你相信我 也请在座的各位董事们 相信我 我是一个不喜欢惹麻烦的人 所以现在麻烦主动找上门来 又危急到了我身边的人 我不会躲 也不会怕 一定会尽我所能 用我自己的办法 把它好好解决的 那你不需要我做什么吗 小念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儿张了 晓鸥 在座的董事呢 不是这个意思 是小念的工作室 隶属关于 小念之前 虽然没有跟我有过太多的接触 不过我听说过他很久了 我们的意思 不是把小念在这个时候顶出去 只是说你们现在要收敛一下 让这个风声过去 不要再出现什么问题 你明白吗 请大家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给大家 带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 就这么不喜欢我帮你 不是不想 我当然希望什么事情都依赖你了 说实话 那天你把我从发布会带出来的时候 真的超帅 超级帅 我跟你说 现在肯定很多女孩都特别羡慕我 对吧 不信 你问问你们公司那些女朋友 我就说她有女朋友 你还不信 肯定个个都想得下来 还真是 你看吧 但是你好像对这种羡慕 并不在意啊 不是 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被羡慕 尤其是自己男朋友 又帅 又有能力 还对我好 小妮 但我还是没能帮你解决心态的困境 你答应我 一定不要卷进来太深 我也答应你 我会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你这个人怎么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啊 不然你去拯救地球吧 超人 你放心 其他的事情我也不会管 我就会把侵权这件事情追查到底 丸子和白雨都已经在奔波的路上了 我可不能落下了 你呢 去处理好公司的事情 其他的交给我吧 我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带来什么危害 那我可就愧疚死了 还会成为重视之地 小老板 小老板 有几家经销商把咱们手机下架了 说是要等消息 等什么消息啊 可能这次消息闹得太大了 他们心里没底了 不过我觉得小老板 只要现在你们在坐镇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毕竟这次出事的不是咱们手机本身的问题 对 你好好坐镇 其他的我来解决 你怎么解决 这是出版界的事 江湖上的事 你不在江湖 你不懂 放着我来 是啊 小老板 你现在的参与这件事 倒不如放手让丸子跟小念取走 肯定没问题 丸子可是在出版界有两三年经验呢 好吧 那就交给你们 但切记啊 出了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地通知我 还有 如果沐雪设计其中 不要轻取妄动 它不是你们能动得了的 放心吧 我又不蠢 你还不蠢 我早就说过 石狄这个人根本没脑子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含用他 就是因为他脑子不好 才能帮我们做这么多事 就算他这次不临时反水 你以为你想接手恩义的事情 还能瞒住多久 可至少不应该是现在吧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你就让公有了防备 公欧有那么可怕吗 就算他怀疑我 不还是没找上门来吗 他知道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现在还能拿得住他 你真的觉得他知道什么都不重要吗 其实你一直在调战石小念 而且明明知道 石小念是对付你弟还有恩义最好的筹码 可是每次要动手的时候 你却莫名其妙地缩手缩脚 你到底在怕什么 其实以我们的关系 你完全可以告诉我 没准我能帮上你 你想太多了 我这么做只有我的打算 我只想劝你一句 百密总有一书 别引火烧人 是你不要让我失望 你不想要你 是想见那边 我自然会解决 诶 你们说西北会来吗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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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坐 反正他的微信 微博 豆瓣 知乎 所有能联系到的公众朋友 我都给他留言了 告诉他今天在这儿见面 他如果打开就一定能看到 而且我还联系了 跟他特别紧密的一个网友 让他帮我联系他 果然啊 女人未答目的都是不择手段 是他们不择手段好不好 我们小念都快略飞雪了 不过就是给他们发消息而已 要照我说 找个黑客黑了他都不过分 可到现在他也没回复 而且时间也快到了 看样子他是不会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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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经理 我想这件事情 你们应该搞清楚状况 并不是我们在有意引难作者 而是你们故意在我们和作者之间 设置了屏障 我承认在签约的时候 我很不严谨 这是我的错误 所以我才想当面跟西北老师道歉 做补救 这不也应该是你们 最想看到的场面吗 谁都希望能好好合作 大家都希望能改变出好的作品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和本意 可是这其中你们的一些做法 让我们实在无法接受 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小念 这很明显 这个作者就是跟他们联合在一块儿 一块儿争小念的好吗 要不然的话 我们联系西北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小雯子 小念会初疗的 她 白宇说得对 小念现在可是你们老板 你连你们老板有这点能力的信心 都没有 我不是不相信的 小念呢 是我们工作室的老板 也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 这么单纯的一个姑娘 不行 我不放心 你别冲动 别冲动 好吗 冲也轮不着你冲了 我们两个大老爷们还在这儿呢 请你摆清楚你的位置好了 你现在是拿我们的钱帮我们办事 事情没做好 受到了非议 你就要约过我们做事情了 甲方在你眼里就那么没有位置 宋经理 这跟是不是甲方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错误我们会承担 可是这其中你们的一些行为 我大且不说是善意还是恶意 所造成的损失 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这个锅我是不会替你们背的 我不是你们认为那么好欺负的小绵羊 是 原来的石小念只会画漫画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可是现在的我 我有我的团队 我要养我的工作室 我有我最好的合作伙伴 有支持我的恩义和公欧 我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吃亏 让所有人都跟着我吃亏啊 怎么样 知道我们沙网念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了吧 你怎么跑过来了 让我刚儿子看着我跟别人吵架呀 我去 这不是吵架 这是讲道理 行行行 你们就跟他掺和吧 本来这件事会有个很好的结果呢 很好的结果 那是对你们很好的结果吧 我不管这件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我都不可能让坏人则理 白宇 送客 请 快进来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漏起来了吗 我 你刚刚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你坐 小念 你刚刚真的超棒的 跟以前不一样啊 现在怎么这么厉害了 主要是人经历这么多事情 总要学着长大 怎么样 这干妈以后可以保护你了 这个不用 以后让他来保护我们 你们是不是对我儿子期待有点大呀 是不是儿子还不一定呢 等一下 可是当下这个局面 我觉得宋经理跟西贝他们 联系很紧密 如果我们再把他们找出来 恐怕太困难了 所以说呀 那咱们还有没有别的渠道的什么人 能认识这个西贝老师的 我倒是 你倒是吗 也没什么了 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大师兄 好久不联系了 就是朋友圈的那种点赞之交 之前我刚接我们这个漫画的改变项目的时候 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那个师兄 有提到西卫士援助 所以我觉得 他们应该认识你 是不是那个追过你的大师兄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哎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那都不重要啊 而且你看啊 那个大师兄 长得又没有你高 长得又没有你帅 好吧 啊 小心 我不可能吃醋了 您放心 这个西贝收到石小念的私信之后 第一时间就跟我说了 他们应该不会再见 这样最好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不要给我出什么问题 那您答应我的 我不会亏待你的 盯紧其位 有什么动向及时向我回报 小念 还没找到 你再耐心等等 我不会 我不会 好 来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 谣言的光芒 赶紧睡觉 不要想乱七八糟 不然我就进你的系统 想破关掉你的手机 安慰人睡觉 就不能温柔一点啊 这么霸道干什么 可女人 我爱你 Mr.温 我也爱你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添满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曾看着难眠的长夜 领不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 莫贵 通欧 你太变态了吧 你把我手机都给黑掉了 我 你是我的 一年 你是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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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到现在微信都不回一条 丸子 丸子 我都听到了 那等会儿见 我这就过去 找到了 丸子好意儿的 擦擦擦 来 快点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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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我给你带来了啊 坐 到底这怎么回事 我都不知道你们俩 什么时候认识的 竟然还那个 我不认识他 带我来干什么 不认识他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 但你一定知道我是谁 你好 我是晓妮 事情做了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吗 我真的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大师哥 其实吧 我之前 确实跟他不认识啊 你不是够 我说你坏了他的孩子吗 哪有 我没有 你只是认识他吗 然后我刚好又找他 然后你就给我一个产假的单子 我就是顺便告诉一下 你这个好消息嘛 好了 现在误会既然解决了 那我就真的要走了 麻烦你等一下 坐 坐 坐 你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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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你也不接 发微信你也不回 你到底把千初怎么样了 我把千初怎么样 十弟 千初是我的弟弟 我能把他怎么样 倒是你 你现在跟千初也没什么关系 他的事情 你也不用操心了吧 你跟我说过 我跟你说过什么 你都跟你姐姐上演姐妹情深了 怎么 公公和石晓念现在的手段 这么低级吗 让你在这上演双面紧电 我之前做的那些 是因为不知道你那么对千初 你居然把他关起来 你还夺走了他在公司里面的一切 所以他夺走了我在公司的一切 我把他拿回来而已 懂吗 牧师从现在开始不欢迎你 你不用再来了 牧雪 你做了那么多你 我做了什么 我做再多也是为了公司 没有人会说我什么呀 你还是求自保了 投靠石晓念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他还可以挣扎几天 但是 也没有几天了 我都没想要 你才能够带走 你才能够快 我做这些 你才能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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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没留心眼 但是我在此之前真的毫不知情 小念 你倒是明前 他心里也真的清楚 他写的东西底层那么差 要不是有人想坑你 谁会出版他的东西 不是 丸子 你一定是误会他了 你知道什么 从我认识他那天起 他就是个老实人 越是看起来像老实的人 才最可怕 这件事情不是我想做的 那你可以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跟他们签了协议 我 我不能说 对不起 大致用意买的 昨晚给所有合作方打过电话之后 大家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 虽然今天早上股市有所波动 但问题应该不大 漂亮的 下降了十个点 就稳定一下 推一些活动出去 对了 再推活动的时候 记得带着小念的漫画一起推 这个会不会有点冒险呢 你别这么看我 小子 咱俩现在穿一条骨子 我的意思是 要不要问一下董事会的想法 咱们现在还是不要解爱什么 怎么 你不相信他们能解决好这件事啊 相信啊 我当然相信啊 那就好 按照我说的去做 石小念从来都只会给我惊喜 我相信他 这莫名其妙 突如其来的一波新鲜果粮 猝不及防啊 干活吧 站着 你给我站着 我要是有什么闪失 一事两命啊 我告诉你 合同你说的那个合同这个好办 你们那个本来就不符合规定 这要把事情澄清了 他们就不敢拿合同威胁你 除非他们干着法庭 或者 你收了他们的 其实说白了 新权的人根本不是我 而是夹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公司 现在你也看到了 他们已经把矛头 全部地引向了我们这一边 如果你们之间 真的有那个保密的协定的话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我根本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很在乎我自己的名誉 也在乎我工作室的名誉 不仅仅是为了对得起 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更要对得起我的作品 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和爱人 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 让他们一次次卷入 这种事情当中 你明白吗 所以我会努力维护自己 维护我的工作室 这件事情 我也会追查到底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 当所有的事情 都开诚不公地公布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 大家会怎么看你啊 再说了 网上水需那么多 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我的书 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 你老婆呢 我老婆 不是被你女朋友这儿去工作了 什么工作啊 不是丸子说 联系到那个小时候的原作者吗 肖老板你不知道啊 这个程度 现在做什么事情 都不像我汇报 怪不得早上 记得跟什么似的 就是怕你担心呗 他们两个女人 去见一个陌生男人 你不担心啊 给沈建平打电话 你怎么不给施项念的 小老板 你这叫干涉别人夫妻生物 喂 干嘛呀 我们跟西北干仗呢 西北真不是男友人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后来写的书我都有看过 真的是非常有深度 他们答应给我出后面几本书 让我的东西可以给更多的人看见 而且可以帮我的版权卖出去 所以我就在想 所以 你根本没收他们的钱 天呐 你是不是弱智啊 这种空中楼阁的话你也相信 他们说给你出就给你出 你知道他们是个骗子公司吗 你现在去找他们看看 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公司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个猪脑子 哎呀 丸子 小小气 原来是这样啊 那 其实 我觉得 咱们可以合作 我们可以漫画上合作 也可以出版上合作 你知道的 丸子呢 它是一个 出版社的女友版 我确实有一个出版社 但是我真的不想给这种猪出 说 哎呀 好了 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给专家做测评 真的好的话我们才给出 对啊 可以啊 真的可以吗 可是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怎么好意思再让你们帮我忙啊 你们肯原谅我 我已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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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吧 那 要不 那个 我会发一个微博 发一篇声明 然后 放心吧 其实 其实我之前也特别难受 我都怕见到人 其实做那个冤枉人的事情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就这么说定了 我告诉你可不许放红 我可带录音笔了 哎呀 丸子 你别再欺负人家了 人家都这么说了 走 路上小心 走吧 拜拜 搞定了 你也 傻样 你刚才弄好暴力 你把人家都吓到了 我啊 小心 哎 没事吧 干吗 没事吧 杀在哪儿了 没伤着吧 没有 真没有 没事啊 孙杰平 你现在可是个孕妇 诗小念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出去跟别人打架 还是男人 哎 我们俩没打架 是不是有病啊 我没有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那西北 不会让你们给打残了吧 打残了 搞定了 耶 我就说这件事情交给我 绝对没问题 那你也不能私自出来和男人见面 你看看我给你发了多少信息啊 现在不归信息都成了你的特权了是吧 啥 你什么时候发了这么多条啊 喂 是想念吗 我是沐雪 我想我们应该见一面吧 我要见的人是你 你 你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愿意 一个人来见我 我会把时间和地点发给你的 嗯 好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谁的电话 广告的 真的啊 对 你不许监测我手机啊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这 我才懒得监测你的手机呢 不就是广告吗 我在啊 你们俩快点回去吧 在西北发表声明之前 肯定还有一大堆问题需要处理 快点回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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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是个孕妇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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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刚刚 沐雪 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陈医生 希望我暂时的退出 能让他放松警惕 露出一些马脚 这样 他才有机会查出一切的真相